郑亲文美网爆料 德约科维奇 你的金牌我可没忘 2024年的美网公开赛注定不平凡 8月27日 夏日的余热尚未完全退去 美网赛场上便已掀起了新一轮的激烈角逐 在这片强者如林的赛场上 郑亲文通过一场出色的逆转比赛 成功战胜了实力不容小觑的阿尼西莫娃 坚定地迈向了更高荣誉的道路 赛后 这位年轻小江面对镜头时 脸上展现出满满的自信笑容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 在随后的采访中 他竟然无意间透露了一个与网球巨星 德约科维奇相关的小秘密 原来在庆祝胜利的同时 主持人问起了郑亲文对奥运金牌的感受 他真挚地回忆起那段充满艰辛的奥运旅程 六场敖战 连续六天没有片刻休息 每一天每一夜都在挑战着他身心的极限 话音一转 他幽默地说道 我把金牌留在家里了 因为我知道 然而 他携带着金牌来到纽约的情景 令人印象深刻 此话一出 不仅引得现场观众会心一笑 也让屏幕前的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意外的温馨 毕竟 在竞争激烈的职业体育界 如此轻松愉快的跨界互动并不常见 此话一出 网络立刻炸开了锅 网友们纷纷留言 有人赞叹郑亲文的聪慧与幽默感 有人则好奇德约科维奇是否真的带着金牌抵达纽约 还有人戏谑地讨论起这场金牌之约接下来的走向 有网友留言 哈哈 郑亲文这次真是给德约科维奇来了个突袭 还有人说 看起来我们的运动员私下关系很好 彼此之间充满了鼓励和支持 许多中老年网友也表示 这样的互动让他们看到了运动员们不仅在赛场上拼搏的一面 更展现了他们生活中平易近人的一面 尽管德约科维奇并为正面回应这一邀请 但可以想象 这位在网球界享有盛名的选手听到这样的点名时 肯定会一笑置之 身为一位同样多次掌获奥运金牌和世界冠军的传奇人物 德约科维奇深谙美向荣誉背后所付出的艰辛与坚持 也许在某个闲暇时刻 他会一起自己与金牌有关的种种经历 并与这位年轻的后辈产生共鸣 听到这里 您是否也为这段无国界超越年龄的友谊深深触动了呢 郑亲文与德约科维奇之间 是否真会发生某种金牌交换的秘密协议 或是展开更深层的对话 恐怕只有时间能够揭晓这一谜团 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结局如何 这段因网球结下的缘分 已经深深打动了无数球迷的心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体育精神中的那份纯粹与美好 在我看来 郑亲文和德约科维奇之间的这次金牌之约 远非单纯的玩笑或互动 它更像是一束光芒 照亮了体育界中那份超越界限的温暖与理解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舞台上 每位运动员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演绎着 对坚持与梦想的诠释 这种小插曲使我们更加确信 体育超越国界 有意长存 展望未来 我们期盼见证更多这样的美好时刻 让我们的体育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愈发温暖人心 当年轻的郑亲文在赛场上逆转击败阿尼西莫娃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点燃了赛场的激情 更在赛后采访中投下了一枚笑料炸弹 让整个体育世界都为之沸腾 他幽默地提及自己的奥运金牌 还扯上了网谈传奇德约科维奇 一场关于金牌的去谈就此展开 话说这天 郑亲文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 被记者问及拿到奥运金牌的感受 这位年轻小江 一脸轻松地分享起了他那艰苦卓绝的奥运征程 言语间透露出自信与从容 正当大家以为话题就此结束时 郑亲文却话锋一转 开起了玩笑 哎呀 我的金牌可是放在家里了 我看德约科维奇 好像是带着他的金牌来到纽约了呢 这话一出 网络瞬间就像炸了锅一样 网友们纷纷留言 有的感叹郑亲文的幽默风趣 有的好奇德约科维奇 是否真的带着金牌四处征战 还有的择条砍起这两位运动员的金牌之约 一时间 郑亲文的这番言论 成了每网赛场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说起来 这位网谈传奇人物 对荣誉的追求和背后的付出 恐怕比任何人都更为深刻 他深知每一块金牌背后所承载的汗水与泪水 也许正因如此 他才能与郑亲文的这番玩笑产生共鸣 毕竟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 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荣誉背后 往往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努力 而郑亲文呢 这位年轻的中国网球小江 不仅用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征服了观众 更用他的幽默和亲和力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他的这番言论 无疑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生活化 更加真实的运动员形象 原来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之余 他们也有着如此轻松幽默的一面 这场金牌之约的去谈 就像是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体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让人们意识到 无论国籍 无论项目 运动员们之间都有着一种跨越国界的友谊和理解 这份友谊和理解 比任何金牌都要来得更加珍贵 其实 体育本就是一门无国界的语言 他用它独特的方式 讲述着关于勇气 关于坚持 关于梦想的故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友谊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纽带 将来自五湖四海的运动员们紧紧相连 这种跨越国界的友谊 不仅让他们的竞技水平得到了提升 更让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 当我们看到 郑清文和德约科维奇 因为一块金牌而结缘时 不妨会心一笑 因为这正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找到共鸣 在汗水与泪水中感受到温暖 回想起郑清文在美网赛场上的那段幽默言论 我们不禁要为他点赞 他用一种轻松的方式 将体育的魅力和友谊的力量 转递给了每一个人 而这份转递 无疑将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的美好和温暖 那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期待在未来的赛场上 能够看到更多像郑清文和德约科维奇这样的运动员们 用他们的才华和魅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同时 也期待他们之间的金牌之约能够成为现实 让我们见证一场跨越国界的友谊盛宴 毕竟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体育世界里 友谊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它不仅能够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力量 更能够在胜利中分享喜悦 最后 不妨来个小互动吧 你觉得郑清文和德约科维奇如果真的见面 他们会聊些什么呢 是分享彼此的夺冠心得 还是聊聊生活中的小趣事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猜想 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份体育带来的快乐吧 记住 体育无国界 友谊共长存 回顾郑清文的成长历程 不难发现 郑清文参加巴黎奥运会 并不代表湖北省队和国家队 不享受国家队教练 队医 训练等保障力量 他是作为体制外运动员身份 全程自费到巴黎奥运会参赛 在奥运会晋级的六场苦战比赛 每次单刀赴会赛场 这在巴黎奥运会中国40枚金牌运动员中 郑清文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户存在 郑清文渴望这块女网单打奥运会金牌 无数次看2004年21岁刘翔 在雅典奥运会100米兰夺冠的视频 来激励自己 时隔20年 他也在21岁做到了创造历史 创造亚洲人首次登顶奥运女网冠军神话 打破欧美人128年 垄断奥运会冠军的历史 用郑清文队媒体的话说 独一无二 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从湖北网球队的青色少年 到亚运会冠军 从大满冠亚军 到这次巴黎奥运会冠军 郑清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巅峰 00后郑清文 这位在汉江边上土生土长的实验姑娘 是如何从无名小江城常为 中国网球的新领军人物的呢 湖北网球再次惊艳世界的秘密是什么 亲尽全力 天才少女再次印证 时间回溯到16年前 郑清文6岁 曾是田径运动员的父亲 带着他去北京观看奥运 从那之后 他便被网球深深吸引 回到家乡后 他开始学习网球 当地教练发现 他的力量明显比同龄人强 郑清文的启蒙教练陈鸿鸣 告诉长江云新闻记者 他的身体条件 力量 爆发力 协调性 另敏度和反应等方面 在同龄孩子中 都是出类拔萃的 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 他还会自己给自己加练 比如多打多跑 非常积极 在训练场上 他的积极性和投入度都比别人更高 在李娜夺得法网冠军的前一年 郑清文8岁 那一年 郑清文的父亲带着稚嫩的小清文 从实验来到了武汉 在武汉 郑清文度过了青少年技术提高的重要时期 在大家看来 他身上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坚韧与热爱 而且肯吃苦 也吃得了苦 回忆起郑清文 他青少年时期的队友图少东说道 他比我们小两届 但运动量 打球的数量都跟我们一样多 训练的时候也总是早来晚走 他8岁来我这里训练 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不服输 精得起练 比较拼 我的训练都很长 每天训练都有6个多小时 郑清文在武汉训练时的教练于立乔说 以往无前 追赶偶像的同时 自己也成了偶像 201年 湖北老乡李娜在法网收获了 首个大满贯冠军 从此 郑清文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朝着偶像的方向 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 2014年9月 年仅12岁的郑清文参加了 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 12岁组别的比赛 一举获得赛事单打 双打两项冠军 2017年底 郑清文进入省队 在湖北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不断征战全国乃至世界各大网球赛事 取得了亮眼的成绩 之后 年仅16岁的他 参加了法网 温网 美网青少年组比赛 均打进了16强 雅典奥运会网球女双冠军孙田田坦言 湖北网球的基础做得特别好 尤其是清训 教练水平也很高 家常也很支持孩子们参与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选择 为储有才 为储惜才 在湖北这片人才积技的卧土上 展露头角的郑清文很快便被湖北省体育局看到 并被悉心栽培 湖北体育杂志执行主编彭青说 2017年年底 湖北队就要招收郑清文 湖北省体育局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 进湖北队以后 便尽最大可能资助他到国外去一边学习一边训练 幸运的是 郑清文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湖北的清历托举和他的年少成名实现了双向奔赴 付出和回报最终撞了个满怀 2018年 郑清文参加了法网、温网、美网青少年的比赛 都打进了16强 2019年底 郑清文的个人世界排名在第649位 经历四年多大满贯赛事的征战 郑清文冲进了前十 因此 球迷送给他火箭少女的称号 从此 赛场内外 充满期待和无比炙热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 湖北体育杂志一直在跟踪采访他 他就给人一种很天真 很开放 很阳光的形象 很理智 很冷静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 给他加油的声音就很多 彭清说 成年后 郑清文也曾在比赛上因心急吃亏 2022年 郑清文第一次参加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正赛 遭遇了曾经的世界第一三座大满贯得主科贝尔 决胜盘 郑清文手握4比1的巨大优势 却因心态波动输掉了比赛 可能是我太想赢 导致出现了特别多不该有的失误 在那之后 郑清文有一时地培养自己的耐心 在球场上耐心寻找机会 不及于为自己定下一个必须实现的目标 不过 这不等于原地踏步 我更希望自己能享受网球 一场一场地走 看我自己到底能走到哪里 斗转星宜 汗水浇出英雄花 作为湖北省网球队的一员 郑清文一直将前辈们视为偶像 并且在追赶超越他们的路上 以往直前 湖北省网球队正式成立于1959年 65年来涌现出了多位优秀选手 20年前 湖北籍运动员李婷携手 孙田田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 为中国赢得首美网球奥运金牌 2011年 李娜成为亚洲首夺大满贯赛事的女单选手 今年 湖北姑娘郑清文再次创造历史 追星的最高境界 就是有朝一日超越自己的偶像 对于郑清文来说 李婷 李娜等人既是师姐也是偶像 如今她已然站在甚至超越了偶像的高度 不知不觉间 郑清文也从追星的小姑娘成了别人眼中的星 像郑清文一样的湖北籍网谭名将频频出现 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网球 也了解到了湖北网球的魅力 看完巴黎奥运会上郑清文的表现 湖北的网球小学员师同出信心满怀地说 我们应该向郑清文姐姐学习 以后我打比赛再碰到一号种子选手 再也不会担心和害怕了